多去看一些正能的一个信息 才能够快速让你摆正心态 才能够快速的帮我们去还债 真正的能够上案 我做了以下的一个几点总结 希望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呢 先点赞收藏起来 以后呢多去看几点 帮助你快速的调整好心态 第一点是你一定要积极的摆正好 你负债这个事情和你生活的一个关系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我们很多人已经没有办法去避免 我们必须要去勇敢的去面对 和接触这个事实了 一旦全面与其以后呢 疯狂的催出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好像催出电话不应该打一样 他们忘了 因为债券平台他有要债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立场 他是一定会打这个催出电话的 他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家人 就是情绪是非常恐慌的 他甚至都没有办法去 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导致工作工作不好 家庭家庭关系处理不好 负债你要勇敢的面对 我的确是负债 我现在承认我的能力不行 我还不上了 但是呢我还有基本的人权 因为只有我保证 我的心态是正常的 我才有这个机会和可能性 把这个钱慢慢的通过 赚了来以后呢 才能把这个钱慢慢的还上 这个关系你要理清楚啊 第二点呢 就是说一定要去提高你自己的认知 就是说呢 你要先去学会总结 我为什么负债的钱人的钱呢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不可能赚到认知之外的这个钱 一定要给自己做一个深刻的总结 既然知道自己认知不够 造成的这个失败 都去学习啊 一定要让自己吃一千 长一智 你要买教训 以后千万不要再犯了呀 对不对 有察觉不录啊 第三点就是说 一定要取消无用的社交 我们现在已经负债了 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提高 我们赚钱的能力 那些乱七八糟 无用的社交 晚上出去打个牌呀 去吃个饭呀 去搓个走啊 对你赚钱这个事情 毫无帮助的一些无效社交 全部把它取消掉 永远记住哈 我可以学习 但是我学这个东西 对我赚钱有帮助 专注在这个赚钱的一个事情 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让我们快速的赚钱的 那个能力提高起来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才是真正能够留意 我们内心的这个创伤 和这个恐慌的交易呢 就是赚钱还真 对不对 这才是对我们内心的 一种真正的救赎 就你每天活在那种的希望当中 这才是对自己真正的 灵魂的一种救赎呀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